Denise Denise 大家好我是Denise 我現在看起來一點點憔悴 因為我剛起床而已 告訴你們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今天是 Boxing Day 那Boxing Day是什麼 Boxing Day就是每年12月26號 在澳洲這邊聖誕節之後 所有的商店都會大大折的日子 就是一個 讓你把你錢包花光光的好日子 就對了 好 先去做一些 我要快速的做一下運動 就是非常快速然後就要準備出門啦 好快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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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完喝蘋果 我有時候會喝蘋果醋 這叫做 Organic Apple Cider Vinegar 是蘋果醋啊 Cheers 好快速 現在已經出門了 出門了 那我約了一位朋友 他應該就是到了 好 然後我列入我的購物清單 看到嗎 這是我要買的東西很無聊 我要買一個黑色的包包 面膜 洗臉的 筆電 唉唷 化妝棉 就是 只是要買生活用貼 並沒有要特別買什麼 然後我還要 我要去蘋果看筆電 希望有沒有便宜 希望可以很便宜 希望我去的時候還沒買完 現在人山人海 我好久沒有看到博士 這麼多人了 也太多人了吧 感覺全世界的那個整個博士的人 現在都在這個City裡面 剛才博士的經濟還是有救的 超多人 人潮耶 人潮 這經濟我覺得算還好 真的嗎 我覺得超多人 你要去拍Culture King 每年都大牌 那是什麼 一個巢店 我是是 因為我每年都不在 跑來錄影 鞋店也幫你拿 鞋店是 大公的 鞋店好 我就直接吃穿 然後我可以就買 那為什麼這麼多 真的這麼便宜嗎 哇真的太誇張了吧 買到我們第一件 我朋友買到他要我的馬丁鞋了 五分鐘超快速的 店員心情不是很好 店員臉超痛 他應該想說媽的超忙的吧 然後我要離開鞋店 往下一個區域 他們在排什麼 真的要去排 他們真的是 在哪裡 他們在排隊 為什麼要排隊啊 在下一條 我問一下專家 可以告訴我什麼嗎 因為要控管人數 就跟你去逛Outlet一樣 好花花 這樣大家還不會逛得很辛苦 這是一家化妝品店 好可愛喔 這是修容的吧 這個也好漂亮喔 我喜歡他這個 閃亮亮的顏色 但是這個化妝是不是有點不方便吧 整個 而且這樣好像很容易壞掉 無法陣 真的 私法 然後他這樣了 67塊耶 太貴了太貴了 我想要這一個 但他83塊 我們現在在Boost 這是澳洲非常有名的果汁Bar 我想要回家了 因為太多人了 我應該等他們玩一下了吧 好 什麼都要等 什麼都要等 真的太瘋狂了 我真心覺得 博斯 我已經很久沒看到這麼多的人 好 因為每次出門那個 博斯都是很安靜 經濟有舊 每年的這個時候 每年的這個時候 每年只有這一年 這一天 經濟是真的這一年 經濟復甦一天 我現在在波斯的精品街 這一條街 就是全部都是賣精品 然後我現在看到這個 扶吉的排隊的人潮 現在要前往 我現在要前往 我現在要前往 我最愛的 我在澳洲除了超市最愛逛 除了超市以外 我最愛逛的地方就是Chemis Warehouse 這邊可以買到各種保健品 美妝 奶粉 健康食品等等之類的 那我每次進去呢 我就控制不了自己 只會花幾百塊 所以我今天可能會 要控制一下 之後我有機會就會帶大家介紹這一點點 太厲害了 因為澳洲保健品很便宜 沒進去買十幾罐 其實保健品不是我預料 因為澳洲的品牌超級好用的 然後它號稱成分都是鮮奶的 所以它說如果擬行卸妝 也沒關係 是我愛用的牌子 可是它沒有特價 好傷心喔 結果呢 結果呢 我這次還是花了一百多塊 好像還沒買到防曬 對 然後我要買防曬油 結果還沒買到 因為最灰瓶那個 最灰瓶那個 去海邊的防曬油 被別人買走了 因為傷心耶 我賣 我花了一百一百七十多塊 因為我看到那個面膜特價 然後我就狂買了六盒 你為什麼不阻止我 買到我要的防曬了 我後來去另一間美妝店嘛 就一進去就看到 這是專門給海邊用 可以去海邊了 好 我們現在到了Apple 我要買一個店喔 明明從Apple店出來了 但它今天是沒有特價 所以我就沒有要買了 我們現在要去 My Air 就是澳洲的百貨公司 說澳洲是一個騎士矮子的地方 然後很多包包都這樣子 然後不能挑 然後我這種矮子 然後就這樣 飛到膝蓋 特別特別 特別 別飛 別飛 這麼長 所以我們怎麼樣 可以不要騎一次矮子嗎 好 女人錢超好賺 你看它後面這一台 麥克貴 一條口紅深附了他們的心 我們已經結束我今天很弱的購物行程了 那我因為我本來也沒有要打算要買什麼 所以我只用買了面膜 防曬油 就一些日常需要的 那我之所以留在今天出來購物呢 完全就是因為我的洗面乳沒了 我再不出來我真的是沒有東西可以洗臉了 那我只能說Boxing Day的冷潮 真是有一點嚇到我了 感覺今天全PERS的人都跑來City逛街一樣 人山人海 我已經很久 很久沒有在博斯這麼安靜的小城試試看 一次看到這麼多人了 嗨 我現在已經 在家了 然後剛洗完澡 現在時間是 Oh my God 六點半 然後呢 大家六點五十分 然後再載我 我們要去STARF Party 然後我很顯然 那就是要來不及了 我連要穿什麼衣服都還沒決定好 所以我剛才先跟她說 七點應該七點不到可悲 這兩天的衣服 黑色的平衣服還紅色 已經到車上了 同事還接我 結果我最後選擇了黑色的那一件洋裝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在裡面倒了 這個沒有人倒 所以我是第一個到我的行李 然後我就已經穿了個扇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沒有人倒了 大家有什麼新年新希望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今天的vlog 這有點算是我第一次vlog吧 希望你們會喜歡 有非常充實而且瘋狂的一天 那如果你們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幫我分享按讚留言 我們下次見啦 Bye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